今明两天 我国北方降雨增多 东北和华北等地有明显强降雨天气和强对流天气过程 同时江南云贵等地也有较强降雨 中央气象台同时发布了暴雨蓝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 受冷暖空气交汇影响 今明两天 东北 华北等地有明显降雨和强对流天气 预计内蒙古东南部 河北中北部 北京 天津 山东西部 吉林西北部和黑龙江西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道暴雨 局地大暴雨 并将出现短时强降水和八到十级的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 中央气象台上午10点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 并升级发布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 预计东北西部 华北北部等地的强对流活动 主要影响时段为今天午后至夜间 华北中南部 黄淮等地为今天夜间至明天白天 气象专家分析 华北 黄淮近期持续高温 大气中不稳定能量非常强 冷暖空气的交汇将加剧不稳定能量的释放 此次过程属于风雨薄混合的强对流天气 影响范围广 局地极端性强 提醒大家及时关注最新预警 注意出行安全 近明两天 南方也有较强降雨 浙江 江西 福建 湖南 广西 贵州 云南等地部分地区 有大稻暴雨 也要注意防范局地强降雨可能引发次生灾害 预计7号起 北方降雨将减弱 西南地区东部 华南北部 江南等地还将迎来新一轮大稻暴雨 局地大暴雨天气过程 范围广西 农篇